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否则在红尘就肯定出交 走不下去 没有慈爱 没有爱 只有很大爱 走不下去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 很多休息的地址会出现很多问题 开始也许是品质很好的 但休休休太厌倦了 他烦了 他的蜜蜜已经出来了 然后他看到财富以后 或者是什么 灰色出来他的贪恼出来了 他会变的 开始发现大家都好像漏少风险一大堆 每个人已经大堆问题 可能身体出问题了 等等 原来这里边就搞鬼了 因为嫉妒 称赫 抱怨等等 给你拆台的 给你船上着斗的 漏水的 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 这个老师 他会烦吗 有些人如果症料不够 他就烦了 他处理几个地址 一个地址 两个地址 三个地址都这样的时候 他就觉得人性是太饿了 除了不改善 还这样子做的话 他马上就把人称出来 神气了 他不想做吗 太累了 他不是 因为在修学的整个过程中 是面对人性的过程 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 每个人都是 因为都自私 自私是有的 我就是有的 在自我受到冲击的时候 你不知道你变成什么 有时候真的像个弱魔 那种魔性啊 他就出来了 面对情感的时候 面对那种气派背叛的时候 一个人的那种 那种心态的那种突变 真的就像天上的鱼 忽然就爆裂 突然就起风浪 自己都不知道海啸从哪来 那个时候 老师真的满足了 那时候的慈悲 还有就是你的淡定慈悲 你的永恒的那种承诺等等 都很重要的 你不能动 它就慢慢就分皮脑筋了 你甚至起个面说 业绝了 都会把它锁起掉 并不是说赚钱来 是在别赚钱过程中 别修行难 对 有个人说 有个人说 爱乐人你就讲点课就走了 你要管他那些小毛病 管他干啥 你讲讲课走了就算了 是吧 但是如果你不管他 一场生活中 这些点点点的问题 他怎么可能采到 听运力课就采到了 怎么可能 但是你要是带着他 每天把他那些牌子 起码一放在你这儿 每天给他校正的话 你让可以养一个小孩子一样 跟你在家自己带着孩子 用而已 而且孩子还 可能的话 命法还没那么 但是你触动到人的私心的时候 触动到人的抹局的时候 那些都不重要 因为都会过去 因为你知道 修行都是这样的 所以当老师 可以当一个 就是说你们发现去 活跃佛法 当一个菩萨 当一个老师 不是那么节目 不是你坐在那儿 做个课程 你坐在那儿 你就可以带周生走校解脱 光交个课程 光是组织很多人 坐在家 三个小时 我收点费 我直接回家睡觉去了 我想干啥干啥 是吧 这对老师太多了 但是有几个人承道 是不是 但是你要带着他 边修行 还要边赚钱 还要让他赚钱 还要让他养家 还要让他承道 把他的所有的一切都管上 看见吃卖衣 小弟小弟 什么从头管到脚 你说不是个妈 是个神 真是很艰难 还要让他承受 承受不了 你承受多久 你都要问问自己 当别人说 你是个老师 你头上戴着那个光环的时候 其实老师也要问问自己 你能付出多少 老师不是索取的 你真的能为弟子做什么 真的是 你能付出多少 你承受多少 你能付出多久 不要问 你做个课程蛮简单的 你做实修的老师 其实蛮难的 你做实修 我认为 一个老师 他要说带着实证 我也蛮欺骗的 不是说 我今天做人 不是 其实因为我知道 那个老师多难 除非他半楼放弃 因为你面对的是 所有弟子 他就吃满一个喜气欲望 因为你要每天 要面对这些东西 因为弟子不能够 把这些东西剥离下来 还有自中 中严 面自我之剥离下 他不能承道 不是脚脚四坤不二就可以的 你每天要敲打 他那个最执着的点 总有一天 他会把执着点放开 因为他可能就卡在那一点上 那一点一破 他可能就沉到了 其实他就卡在那一点点上 最执着的那一点点上 所以你敲打的是他最痛的点 最难受的那一刻 你想谁让你每天 敲打那些难受的地方 你还能把我肚不能敲住了 敲住了 跑掉了 你不敲 又不动 敲头了 敲头了把他吼着 一个可以 两个可以 十个二十个 三十个呢 四倍 有的可以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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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都做了 你厌绝不厌绝 你值得跟弟子们结仇吗 就是 你和平了 是吧 你活得 轻松一点嘛 就是 这些都要自己去反省 都要绝招 就是当老师 你就要 那老师真是不容易 很辛苦 师兄的老师不容易 真的是很辛苦呢 正是去说 这些说街园 比如说 吴老师说 花园 因为我 我没有做事 是因为 我的弟子都很穷 真的是 为什么他们穷 因为都是实证的 都走实证路线 每天都全身性地去修行 他们还有时间去赚钱 我弟子 他就没那个能力去赚钱 所以他 点皮出去 又厚又不能厚黑 又还面子大 架子大 他又不能低下高的偷 他又不能不敢投机取巧 又不想撒谎 又不想撒谎 你说他去哪 他在商场上 他很难的 不是说 他如果不是很圆融 都市坐在那儿 就是一本正经的那种 就是很难嘛 就是 而且实修的 跟信仰的还不一样 一旦他实证的 他都是把大部分时间功德福报 他用在修行上 有时候就像他们说 拿个几千回来说 据过了 我有时候觉得蛮心里蛮难受的 就是 因为那是他们的生活费 就是他们养活自己的 就是觉得 哎真的太不容易了 就 就 就说不出来 说算了 但是又想让他们积功德 又想让他们修布施 就很矛盾的 就有时候最多是 哎呀 要不一块钱嘛 就是提醒他们 哎呀 有时候不是也是要的 哎 因为又怕他们吝啬 又怕他们太 觉得 因为自己贫穷太自卑 就觉得贫穷不能够 呐气起 因为修布他会自信 呐不起那种 不能请兴儿头 在这个世界上 因为贫穷而自卑 嗯 佛陀除了自卑 啥也没有 人家就一件破衣服 一个脖 你真的是 因为在成立地卷 你看佛陀那种光辉 衣服很破 那个烂脖 碰在手上 走在大街上 真的是 旁边的人 你看到的那个街上 那些全是金螺玉衣 全是穿的那 人家走过去那种气 那种能量 那种光辉 一下子就把 两边的人写得好猥琐 你穿上什么都不行 你站在佛陀面前 你都觉得渺小的看也不看 没人看见你的 他那种光辉 那种自信 那种圆满 那种佛脈 那种就是一下子把所有 把这个世界一切 黯然实色 嗯 他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那种美 那种圆满 嗯 那种我 让我的那种东西 那种慈悲啊 智慧啊 他走过去 一切都黯然实色 真的是 别说碧月修花了 一切黯然实色 真的是 没光彩了 比不上嘛 多光不照 这好厉害 那这不是贫穷啊 什么 就穿着什么啊 就是那种光嘛 你没事 没关系 那你怎么还能够 能不能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